大家好 我们家庭养男的大家应该都知道用途的话呢 我们有粗质料还有细质料这两种质料选择 但是很多花友反映自己养这个兰花呀 会发现呢 它越养越差 越养越弱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质料 大家没有选择好 很多花友啊 在家庭养男的时候用的质料啊 大部分的都是一些粗颗粒质料 而且呢 粗颗粒质料的这个用量呢 还特别的多 但是因为粗颗粒质料啊 它的这个饱水饱肥性呢 是特别差的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浇水 及时的补肥 然后就会导致它的根系啊 因为缺乏水分 然后呢 植株的光合作用啊 缺乏这个水分这一主要原料 就会导致它的光合作物啊 就特别的少 这样子它没有办法制造更多的这个光合藏物养分 那么植株的这个根茎叶片这些地方的话 就会因为 呃 肝旱和饥饿 就是缺乏养分呢 就会长势日渐衰弱 而且呢 严重的话还会干涸而死 而且还有一些花友啊 它本身用的是粗颗粒质料呢 养兰花 却用养护细质料这个方法啊 然后呢 长期不给养花浇水 就会影响你的养花的生长了 所以大家在养养花时要注意 虽然呢 粗颗粒质料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这个比例呢 一定不要太高 我们呢 要根据你不同地方的一个情况来判断到底要用多少这个粗颗粒质料 那么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话呢 粗质料和细质料的话 我们大概是7比3的比例 但是如果是空气比较干燥的地方的话 细质料可以相对放多一点 放4份到5份左右 都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子 细质料啊 它可以起到一个饱水饱肥的效果 可以呢 有效的让植株呢 积蓄更多的养分来生长 这样植株呢 才能够日益健壮 所以大家在家庭养护兰花的时候呢 用的这个粗颗粒质料呢 不能够太多 而且那些质料呢 也不能够太粗 要不然它的这个饱水饱肥性是特别差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